我们带你看美国的联合航空第一次要开启台湾直飞旧金山的航线 过去两年台湾飞美国的旅客增加了三成 联航为了抢工这块大饼 现在不只要打价格战 在机舱的服务上也卯足了全力 美国联合航空被美国杂志评选为北美首选航空公司 现在也要来抢工亚洲旅游商机 选定台湾正式开启台北直飞旧金山航线 并且大打价格战 单程票价不含税两万一起 硬是比长荣的两万二 华航的两万三 便宜一到两千元 为了这次首航 联航副主席也特地飞来台湾 更强调在餐点上也要台湾化 飞机餐加入东方料理 像是粥品惠饭可以选择 要和华航和长荣的台式料理一边瞄头 积极抢进亚洲大饼 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廉价航空 联航自有对策 老神在在不怕廉价航空抢市 不排除接下来也要在桃园机场设置VIP后机室 就是看准去年台湾高达1100万的出国人次 其中有38万人飞往美国 升级非常庞大 三内选你从必定心眼台湾道